一個塊木板東倒西歪 橫躺在展場中央 還砸到一整排展示嬰兒車 台北副幼展六日上午 發生攤位倒塌意外 從後方往前骨牌式坍塌 短短三秒時間霍從天降 巨型展示牆突然垮下來 不知砸壞一經電視 其他電線螺絲也掉滿地 現場一片狼藉 工作人員趕快圍起封鎖線 剛剛我們在旁邊 在看那個嬰兒床的時候 然後馬上就聽到一些很大的聲響 然後就這邊的那個 那些木板啊 什麼的就直接掉下來 另外一個人的話就是 他是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的流血 就嚇到就剪腳 因為他們的嬰兒車在前面 他們在做活動 做活動然後再介紹 介紹到一半就突然這個 意外來的太突然 三名展場員工來不及反應 硬生生被砸中 造成頭部 挫傷流血 緊急送醫 該搶箱自行裝潢之原因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 是因為最近地震以及余震頻傳 台北復幼展在清明廉假期間登場 就在避展倒數第二天 卻發生展示牆倒塌意外 事故原因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